桌布洗了 其实这个桌布不好 以后建议大家买桌布的时候 一定要买压麻的 这个不是压麻的 它太滑了 像这种压麻的 这个布特别厚 它不会滑 这个特别容易滑 车子行驶过程中 经常要滑掉 他们家里可以的 嗯 这个波西米压的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哎呀 百万水走了 百万已经水走了 你看 哎呀 好了我们在走的时候呢 再说一下 你看那里的垃圾 然后那里一堆垃圾 还有这里一堆垃圾 看到没有 还有那些地上的 淋淋散散的就不说了 这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 这个呢 建议大家就是 还是文明一点 就是带走啊 这样子丢在那边像什么嘛 你看我们走的时候 地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因为我们 就是扔在这个垃圾桶里的 这些带子里面 然后这个带子呢 走到下一个地方 看到垃圾桶的地方 就停下来垃圾桶 一扔就是非常的方便啊 所以装这个带子里面 我们出发 有句话怎么说的 叫像我们这种自教游的 经常在外面录影的 有个口号叫 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 比我们来的时候还要干净 那个场地 要比我们来的时候还要干净 是不是啊 就这个意思 就打比方我刚刚就是 停在这个车位上的时候 本来是有一个 边上有个叫牛奶盒 然后这个牛奶盒呢 然后我也扔在我的垃圾桶里了 我已经带走了 现在走的时候呢 那个牛奶盒不见了啊 地上已经干净了 我们来的时候就是 总的句话就是 比我们来的时候还要干净 还要干净 就这样 嘿嘿嘿 好了我们出发 你看这个地上 脏了 这个靠我们捡是不可能的 这个呢 还是要靠每个人做到自觉 不要乱人 这就干净了地上 今天天特别特别蓝 今天如果能爬上去的话 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前方桥梁线瘦三水 应该百万睡的啊 睡的好鲜了 打了呼 翻了肚子睡觉 它上面那个 刚刚那个说上面行车场都挺满的 现在请下面 啊 好了朋友们 刚刚刚呢 燕子在路边上纠结了好一会 就是说 本来打算就是离开 离开了啊 然后现在呢高速免费 离开准备上高速去黄果寿瀑布嘛 想想 哎 还是在这边等吧 来都来了 几百公里赶过来啊 所以说 燕子在网上看了一下那个票 呃 4号下午的有票 就是决定在这边等三天啊 给朋友们说一下票价呢 嗯 票价的话是 我在网上订的话 他是 门票是120 他的门票呢 包括那个晚返的观光车 他因为他有观光车嘛 就是过渡车 百度车 百度车 就是120一个人 然后 只要门牌门票抢好了 然后你就是你的那个上车的缆车的话 可以现场买也可以 然后在网上当天当天就可以 不限量的是吧 只要只要你进去了过后就不紧张 对对对 缆车的话是往返一个人是140 相当于140 140 260 对对 总共就是一个人260块钱 260啊 包括那个上下缆车啊 嗯 门票 是吧 嗯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订了4号下午的票 嗯 那我们决定来都来了啊 就应的那句话 来都来了 上去一下 等吧在这里 好了我们现在暂时离开范进山 我们现在去江口县 去城里面买点菜吧 然后车上呢 还没有水了 去打点水 昨天那个露营地呢 它没有卫生间啊 嗯 所以说也没有水 好了我们出发吧 我们锁好了 我们到超市了 我们车呢 停在这个路边的停车位上 啊 这里有一家超市 我们进去买点菜去 想吃什么随便挑啊 超市是我家东西随便拿啊 啊 哇贵州这边辣椒好便宜啊 两块钱一斤啊 贵州的这边辣椒真便宜啊 两块钱一斤 我买点水 嗯 哎 你看这个 六块 上 上次在东北多少钱 一百块钱一斤 上次在东北一百块钱一斤啊 你看这边只要六块不到啊 觉得小米辣 嗯 农村土鸡蛋 拿一百 嘿咧 你听得出来吗 啊 可以啊 就这个 好的 你快多少钱这个习惯啊 22 好贵啊 22 要呢 这么大呢 一个习惯 快快快快 撑好了放进去 快 你没看到过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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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酱油啊 打酒呢 打酒啊 嗯 嘿嘿 不是不是他有个那个 是吧 他 他有一个挂的嘛 直接挂在缸里 然后要这样的 他有一个东西沉下去 一勾勾上来 勾上来 那这样子 哦 倒进去啊 一放啊这样的 哈哈哈 我那时候小时候也帮我爸去打酒也是这样的 到村口去打酒 小乐的 对小乐的 哈哈哈 买一个 买了干嘛啦 啊 纪念呀 看了什么都买了 买了干嘛啦 四个五个 看这种东西好美啊 可以 帮小乐的 对大小光 付军 很雅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